复活节假期,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乔治王子、夏洛特公主和路易王子又回到了他们在诺福克郡的乡村别墅安莫堡。 一位王室助手后来透露,他们一家人想出去过复活节,花时间待在一起,只有他们五个,暂时关闭与世界的联系,让生活继续。 安莫堡,建于18世纪,是伊丽莎白女王二世送给威廉和凯特的结婚礼物。 在搬进去之前,威廉和凯特对其进行了大的翻新和装修。 据媒体报道,他们当时没请王室的室内设计师,而是由凯特全权负责室内的设计。 凯特,作为家里的女主人,则完全按照她自己梦想中的家的样子,重新打造了他们一家五口最爱的居所,安莫堡。 据某地毯公司老板,西蒙·奈特后来回忆,卧室的地毯,桌角的台灯,都是凯特自己去选的,因为他想让这里成为他最温馨的家。 为了保护隐私,彼时的剑桥公爵夫妇还在周围种了更多的树,并把附近的车道进行改道, 现在圣玛丽教堂附近的公共入口已经变成了只有他们一家才能进入的私人入口。 安莫堡内,配有露天游泳池,有网球爱好者,一家新升级的网球场,有三个孩子最爱的游乐场,城堡周围,被女王桑德林汉姆庄原树英姆的公园围绕着。 一位熟悉安莫堡构造的消息人士透露,这里就是一个华丽的农场,安静又私密。 凯特还在里面建了精致的鸡舍,还养了蜜蜂,这里给他们养育孩子提供了一个非常适合,友好的家庭环境。 安莫堡一直是威尔士一家五口最喜欢的地方,也是最让他们感到自在的地方。 每逢孩子们学校放假,威廉和凯特就会带着他们回到安莫堡放松一下。 凯特也曾经在参加某个播客节目时透露,他和家人最爱的时光就是在乡下度过的。 在那里,他们每天都把自己搞得脏脏的。 在庆祝结婚十周年纪念时,威廉和凯特曾经发布过一个小短片,那段短片就是在安莫堡拍摄的。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路易在草地上肆意奔跑,夏洛特和路易与威廉奔跑追逐,一家人扭作一团的欢乐画面。 可以想见的,在安莫堡,这一家人真是可以暂时过上一小段与世隔绝的幸福生活。 3月22日,在凯特宣布了自己患癌的消息后,其助手向外证实,威廉和凯特以及他们的三个孩子将确认不出席今年的复活节活动。 然后,一家五口回了安莫堡。 在复活节当天,他们也按计划缺席了今年的王室复活节传统活动。 癌症这个字眼,在任何时候,任何人听起来都是可怕的,更何况是三个不满十岁的小朋友。 正如凯特当时在视频里提到的,得知患癌的消息后,凯特和威廉都很震惊。 但最让他和威廉感到为难的是,如何用最合适的方式,向乔治、夏洛特和路易解释这一切,并向他们保证他会没事。 威廉和凯特把三个孩子保护得很好,尽了一切可能让他们受到最小的冲击。 凯特决定在3月22日公布消息,是因为那一天是乔治、夏洛特和路易从兰布鲁克学校放假,正准备开始另一个复活节假期。 之所以这样决定,是为了避免孩子们被铺天盖地的关于妈妈的可怕健康传闻吓到。 三个宝贝也比威廉和凯特想象的要勇敢、坚强。 4月3日,据邮报报道,面对凯特与癌症作斗争时,乔治、夏洛特和路易表现出了非凡的韧性。 目前,凯特正在进行预防性化疗早期阶段的治疗。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媒体,在凯特治疗期间,乔治、夏洛特和路易一直是他的支撑。 孩子是威廉和凯特世界的中心,他们也用笑容鼓舞着他们的爸爸妈妈。 你可以想象,威廉和凯特一定会从孩子们非凡的韧性中振作起来。 三宝是好样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加油! 与此同时,在4月3日,英国报纸注意到一件事,那就是距离凯特首次成为公众人物到现在,正好过去了20年的时间。 当时凯特和威廉出现在了瑞士克洛斯特斯滑雪圣地,两个人都佩戴着太阳镜,有说有笑地走在雪地上,看样子有彼此的陪伴,让他们感到满意和开心。 太阳报,成为了全球独家报道这张照片的媒体,并且还用上了一个颇为有趣的标题,威廉终于找到了女朋友。 乍一看,就好像是身为未来英国国王的威廉,找不到女朋友似的。 但想来,这份英国报纸想要说的是,王子可终于有了让我们能够给予大肆报道的爱情生活了。 和放荡不羁的弟弟哈里比起来,被认为是黄金单身汉的威廉的浪漫生活,的确来得有点迟。 尽管凯特并非他的初恋,但似乎之前的那些女朋友,更像是硬要给他们凑在一起似的,短暂的同时也没有什么戏剧性。 本名凯瑟琳的凯特,是威廉王子在圣安德鲁斯大学就读时认识的,关于当时的校园恋情也是传出很多版本的, 其中步伐把凯特塑造成一位心机很深的女孩,进入圣安德鲁斯的墓地就是认识威廉等等。 就像如今的那些阴谋论把他写成是情杀受害者一般,无凭无据靠的就是丰富的想象力, 但凡给了人物,就能编出一个博眼球的故事。 至于事实,那根本不在考虑的范畴。 在《滑雪之旅》中,当时尚且有一头浓密金发的威廉, 对自己未来的妻子展现出了很是体贴的一面,英国报纸将其称为保护玉。 也许这是本能,一种自然的反应, 因为他知道任何他感兴趣的女人都会发现自己处于聚光灯下。 或者也许这是一种最初因希望保护已故母亲戴安娜而形成的特征。 评论如此说道,第二年,凯特再次出现在了克洛斯特斯的滑雪之旅中, 不同的是,这一次的照片中出现的不只有他和威廉, 还有时任王楚查尔斯,也就是威廉的父亲,明显是见家长的节奏了。 和家人坐在一起时,威廉的目光牢牢锁定了凯特的脸庞, 可见王子的确很爱这个健康且充满活力的姑娘。 当年凯特的脸颊还很是饱满,甚至还带着几分质朴。 而二十年的时间过去后,这位曾经备受羡慕乃至极度的女孩却成为了癌症患者, 并且还是在舆论压力以及病况有可能被泄露的情况下被迫出面公开病情的患者, 还是真是挺可怜的。 而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对她的攻击似乎也从未停止过, 不只是现在的消失的凯特的标签以及社交媒体上的疯狂猜测, 她和妹妹琵琶曾经被称为紫藤花姐妹, 嘲讽她们不顾一切地进入上流社会。 此外,凯特还被评价为只是一个为了繁衍后代而被挑选出来的橱窗模特, 甚至还有来自轴里梅根·马克尔的无意识差别的指控, 只因为她可能是在无意中谈论了哈里儿子的肤色。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据英梅4月4日称, 尽管缺乏具体细节,但宫廷透露, 凯特已开始接受预防性化疗,引发了人们的好奇和关切。 预防性化疗一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因为它与典型的医学用语不同。 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在热带疾病背景下使用这个术语, 但在癌症治疗中的使用是非常不寻常的。 美国癌症协会外部发现科学高级副会长Tillard Jotiel博士解释称, 肯辛顿工描述的治疗更接近于辅助癌症治疗, 这是一种术后治疗方案, 旨在消灭残留的癌细胞,以防止复发。 辅助治疗包括各种模式,包括化疗和放疗, 根据特定的癌症类型和阶段量身定制。 这种治疗的目的是消除体内残留的任何微小癌症, 目的是防止其在以后重新生长、复发。 它补充道,这也称为二级预防。 凯特的癌症之旅始于医院, 在伦敦诊所进行了计划的腹部手术。 最初被认为是非癌性的, 随后的检查结果产生了不同的诊断, 促使启动辅助治疗。 这种治疗的持续时间, 因处方方案和个体反应而异, 从几周到几年不等。 从疲劳到周围病变, 各种副作用进一步增加了恢复过程的不确定性。 在持续的猜测中, 人们对凯特预计何时恢复公务产生了疑问。 最初定于复活节后恢复公务, 但他缺席公开活动表明了一个延长的休假。 不确定的时间取决于辅助治疗的完成和随后的恢复期。 虽然一些人在治疗后很快恢复, 但其他人却与持续的副作用抗争, 凸显了癌症治疗中固有的变异性。 对此, Annunziata博士说, 化疗辅助癌症治疗根据使用哪种化疗, 以及针对什么类型的癌症而变化很大。 一轮可以是二至六周。 辅助治疗的整个疗程, 包括所有计划的疗程, 可以是三个月到两年, 同样取决于治疗方案和癌症类型。 因此, 凯特王妃的恢复时间也因人而异, 具体取决于治疗方案和治疗持续时间。 在缺乏肯心顿弓全面更新的情况下, 凯特的支持者和祝福者仍处于待机状态, 等待他的进展消息。 随着他的旅程展开, 公众的普遍关心凸显了他经历的普遍共鸣。 在这个不确定的时刻, 团结和支持成为指引的灯塔, 为凯特王妃和所有受癌症阴影笼罩的人指明前方的道路。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